食物的价格越来越贵 7月份的通货膨胀已经超过4%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宝鑫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食品价格继续飙涨 我国7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也就是通货膨胀率 比去年同期涨了4.4% 统计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数据 食品指数在6月涨了6.1%过后 7月再涨6.9% 其中蔬菜价格大涨7.1% 海产的价格也涨了4.2% 当然7月份的通胀飙高 也和低基数效应有关 去年7月到9月 政府推出援助配套 让电费折扣了5%到40% 我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是3.4% 这次虽然飙高到4%以上 但还是在市场的预期内 换个焦点 马兴集团的房屋销售反弹 推动第二季的营业额 报5.4亿令吉 增长24% 经历同样也增长6.52% 赚4304万令吉 在第二季拿下5.5亿令吉的销售额过后 马兴集团上半年的销售额也达到10亿令吉 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新高 同时也迈向今年21亿令吉的销售目标 集团创办人兼董事经理丹斯里梁海斤强调 战略性转移重心到M系列可负担房屋的项目 现在证明是有效的策略 马兴集团也计划在吉隆坡 许兰勒和柔佛推出4个新项目 再看另一个焦点 后冠病疫情时代我国的旅游业百废戴新 而旅游部为了振兴旅游业所做出的努力 已经看到了初步的成果 今年首期个月就为我国带来94亿令吉的收益 旅游部长达多斯里南希·苏克里透露 今年首期个月我国迎来321万人次的游客 已经超出了目标 所以旅游部上修今年的莱马游客人数预测 展望我国今年将迎接920万人次的游客 预计可带来268亿令吉的贡献 我们也衷心祝福我国的旅游业可以早日复苏 接下来进一段股市资讯 亚航AASIA的母公司Capital A今年上半年亏损了14亿令吉 远远超出肯纳格投行研究的预期 但Capital A还是信心满满的相信 下半年的航空旅游将会继续复苏 乘客的需求也会增加 不过航家担心的是这家廉价航空公司 想要摆脱PN17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需要更加可行和全面的重组计划 航家现在放慢了飞机乘客增长的预测 接着也会下调Capital A的目标价到60仙 评级是跟随大事 来看下一个股项 扣除一次性亏损后 亚通今年上半年核心净赚了7亿令吉 达到丰隆投行研究的预期更超出了市场的预测 航家继续看好这家电信公司 在多个国家都有业务 而且这些新性国家可以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 不过尼泊尔的监管 以及斯里兰卡的经济走势会为亚通带来更大的风险 所以航家对亚通维持守住评级和目标价定在二令吉八十一仙 我们再看IHH医疗集团 它在第二季交出了尽力增长27%的漂亮业绩 可那个投行研究也积极看待该公司的前景 此外和疫情无关的医疗服务 例如选择性手术等需求都在复苏当中 这可以继续推动这家医疗集团下半年的盈利表现 而且该集团拥有强大的定价能力 可以轻松转嫁成本 上半年调整了服务价格后 下半年很可能还会再提高价格 所以航家继续看好IHH医疗集团 并给出7令吉20线的目标价和超越大市评级 解 sheep 解 facebook 解 jump 解 解 満